再把它对应的整数值 转成它的一个单词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去再去写一个函数 这边我们这个函数的这些注释呢 我已经写好了 因为注释比较多 所以呢 久不再大家一一敲 然后我们会把代码填进去 首先呢 我们会写一个方法 就是用于生成批次的样本 放一个叫generator batches 然后呢 它的一些参数 raw data batch size raw data就是它传进去的一个数据了 就是我们那个训练的一些数据 Batch size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 Batch size默认是20 Non-step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 展开的那个LSTM的那个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 它是non-step是35默认 然后我们要首先将数据去转为 一个tensor的一个类型 首先我们把raw data 去用tf.convert to tensor 就我们要首先把这些数据呢 转成tensorflow可以处理的 tensor的类型 首先我把它转成raw 它的输入呢是raw data 转成然后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name等于raw data 然后呢 它的一个dtype等于tf.int32 就它是一个32位整数 因为我们输入的raw data 就已经是那个转成 那个整数的那些单词了 就已经是整数了 我的一个data length data length就是data的一个长度呢 是tf.size 就取它的一个size 就是大小嘛 raw data 然后batch length 就是它的一个批量的一个长度 它是用data length 去做一个整数的除法 就是两个写杠 除一个batch size 然后这边是将要数据形状 转为batch size batch length这样 这样呢 我用一个data 然后我用一个tf.reshape 就是shape的一个raw data 它本身应该是0到batch size 乘语 它的一个batch length 那么我把它转成batch size batch length 这样一个就是二维的这样一个形状 它本来的一个形状是一个一维的 就是下面是 a-batch size等于batch length-1 然后呢 再做一个整数除法 是number.steps 就它是一个每个a-batch 里面它的一个大小 这边我加了一些注释 就下面它要写一个 i等于tf.trend.range input producer 这个range input producer呢 它是可以用tensiflow里面 是有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异步的方式 从数据级里去提取数据 多线程呢 可以加快训练 因为我们说那个用feededictor 这样的复制的一种方式呢 它效率是不高的 然后要给到的一个参数呢 是a-batch size 然后它的shuffle 就是是不是把它打乱顺序 多线程呢 它是一个这样一个 对列的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一个 在tensiflow官网里面呢 有地方是专门讲那个多线程的 它的API的1.5里面 然后在Python API的guiders 叫threading and curves 就它这里讲到了 它的那个多线程和那个 对列的这样一个关系 它这里还有一张动图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演示的 它的一个多线程对列 是怎么样一个 出对入对这样一个操作 当然了在最近的版本里面呢 Tensiflow呢 鼓励就是你去用一个 更上层的一个新的API 叫tf.data 里面的一个叫datasets datasets它是一个新的 一个高层的一个API 可以更好的去操作一些 多线程的一些提取数据 暂时呢 我们不用这个datasets 我们还是用比较老的 那个多线程的 那个thread和刻的那个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换成 就是那个datasets的方式 就新的那个API shuffle等于force 为force表示不打乱数据 而按照对列先进先出的方式 提取数据 后面我再接一个decker decker呢表示出对 就让它按照对列的方式 去从数据集里去提取数据 再来继续写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 它的一个x 就是它的一个输入 i乘以number steps 到i加一乘以number steps 然后它的x点 我去set一个shape 转一下那个形状 它就变成batch size non steps 这个x呢 它就是一个 你输入的一个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的那个输出呢 它就是一个y了 因为我们需要预测一句话的 每一个单词的下一个单词 所以呢 这边的y呢 我们会让它去 是等于x的下一个时间 这样一个数据 它是一个data 然后呢 是i乘以number steps 加上1 可以看到它是比这个x 它是多了一个1 因为x它是从i乘以number steps 开始到i加上1 乘以number steps 加上1 然后y点set shape 跟x一样去把它 转变一下它的一个形状 然后形状也是batch size number steps OK 然后我们去return 我们的x和y 这个y呢 就相当于一个 希望的一个输出 我们之后是用我们的模型 去给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去根据x这样一个输入 去预测 或者是说生成一些 这些单词 但是我们要跟这个y 希望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下一个单词 去做一个对比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精度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 用于管理输入数据的 这样一个class 可以说它叫input 然后呢 object 然后呢 我要写一个它的构造函数 init save batch size number steps 就这些batch size number steps 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上面的 我们注释里面写的这些超参数的这些含义啊 叫batch size 就是批次的数目啊 然后什么number steps 就是它展开的部数啊 然后data 是表示它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save.batch size 这个input 它这个类呢 是为了更好的 我们之后 可以去定义我们的一个训练时的一个输入数据 和我们测试时的一个数据 可以用这个input定义它的一些参数 更好的去能够去调用 这个就是batch size 然后呢 save.number steps 等于number steps 然后save.epoch size 等于 这个就比较稍微麻烦一点 它是lens 它的一个data的lens 就是长度 然后呢 它去做一个整数的除法 去除以batch的一个size 然后再减去1 然后再除以一个number steps 就是它这个计算方法呢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这边是一样的 它去计算这个a-box size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获得它的一个 就跟我们上面这个xy这样一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是save.input data 还有save.targets 等于就是我们要调用我们刚才定义的那个方法 generate batches 从那个数据去生产一个 生产一个什么呢 生产一个批次的一个样本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我们 所有做的都是去为了 就是我们之后的一些训练的时候 一些数据的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它是generator batch 然后它是一个data参数 然后batch size 然后num steps 然后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余地的这个文件呢 暂时写完了 但是我们不管它里面有没有错 我们之后再去写我们其他的文件 我们之后在调用的时候呢 会检测它里面有没有错 之后我们有错的话会再改 完成啦 请不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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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